前些天很多人都还在讲 为什么美元一次性降息50个集点 我们的央妈却按兵不动呢 转眼间 这几天央行接连出手 彻底消除了大家的疑问 大家都知道 美元加息降息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很多人说是中美金融战 实际上 美联储不仅跟我们 而是跟整个世界博弈 这就是美元跟世界的战争 美元争夺的是领导霸权 更是利益 同时美元也在跟美国内部做斗争 例如 抑制通货膨胀 还有人说 这是美国金融资本集团 向产业资本集团发起的进攻 这些事情 不管有没有阴谋论 都是事实存在的 换句话说 美元加息降息 对全世界来讲 都意味着危险 需要小心应对 有人说 怎么美元加息是错 降息也是错呢 问这种问题就需要补充基础知识了 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 简单来讲 作为世界货币 暴力加息是人为制造资本流动 之后的降息也是制造资本流动 这就像阵型严密的军阵 只要动起来了 就会露出破绽 所以美元一次性降息50个基点 而不是25个 这明显是一次进攻 更是一次危险的试探 甚至是一次引诱行动 美联储进攻谁 试探谁 引诱谁呢 美联储的目标主要就是几个大国的央行 因为降息就意味着美元贬值 美元资本出逃 所以美联储的兼具任务 是必须要防止美元贬值过快 防止美元资本出逃的过快 道理很简单 加息两年多了 大量的美元都集中在 美股、美债和美元三大金融市场里面 直接推高了这三大市场 也制造了大量泡沫 如果美元出逃太快 三大市场一下子被抽离巨额资金 很可能导致泡沫破裂 甚至直接崩溃 怎么办呢 加息美元回流 关键在于息差 降息美元出逃 关键也在于息差 所以防止美元过快出逃的方法 就是主要几个大国的央行 跟着美元降息 保持一定的息差 当然了 几个大国央行不可能听美国的招呼 那就是举手投降了 倒霉的是他们自己 所以美元开始降息 就意味着另一场战争开始了 战争就意味着双方就要相互出招 怎么出招呢 目前这一轮太精彩了 9月19日 美联储先放了一个大招 降息50个集点 9月19日当天 英国央行决定暂时不降息 这就是不鸟美国了 9月20日 日本央行也选择按兵不动 这又是一个不听话的 9月20日 中国央行也宣布LPR不变 这是基准市场利率不动 明显是先稳住 9月23日 中国央行7天期逆回购 1601亿元人民币 利率1.7% 14天期逆回购745亿元人民币 利率1.85% 而上一次14天期逆回购利率 为1.95% 9月24日 再次宣布将降准下调存量房贷利率 和二套房首付比例 以及降低逆回购利率等等 有人说 这是变相降低利率 我们理解央行的意图 主要有三个 我们理解央行的意图 主要有三个 第一 安抚市场情绪 第二 向市场释放宽松信号 第三 这是用控制力很强的方式 进行定向降息操作 既控制住了风险 又是对美联储的回应 甚至还击 这是非常精妙的出招 估计美联储都看傻了 同时 央行分别于9月18日 逆回购5682亿 9月19日 逆回购5236亿 9月20日 逆回购5179亿 再加上8月份增持了5070亿国债 国债加上逆回购 累计约2.1万亿的基础货币 迅速投放市场 这些操作方式 全部都是高度可控的 不需要担心美联储的阴招 我们的经济需要刺激 但又要防着受到美元利率政策波动的影响 央行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最基准的LPR利率不变 却不耽误放水就市 这种招数 美联储很难找到破绽 那么 接下来央行 还会有什么大招呢 随着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高 所有人都知道美债早晚会爆雷 到时必将变成一枚金融核弹 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造成重创 然而 美国联邦政府却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美债总额早就超过了美国的经济总量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光是偿还利息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只能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 通过借钱来赌旧账 导致美债总额越滚越大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 已经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 要知道 在2023年12月底 美债总额才刚刚突破34万亿美元 半年多的时间就增加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 美国联邦这借钱速度简直比印钞还快 目前全世界总共只有19个国家的 GDP超过了1万亿美元 沙特全国的GDP总量也才刚刚突破1万亿美元 特朗普的终极绝招就是让美元贬值 此前特朗普已经不止一次抨击强势美元 认为强势美元损害美国的制造业 是导致贸易逆差大幅扩大和行业空心化的罪魁祸首 所以特朗普为了实现 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目标 肯定会想方设法让美元贬值 比如在7月28日 特朗普就表示 如果自己重返白宫 将把比特币列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 此举可能就是为了打压强势美元做的准备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敬则认为 特朗普上台后一定会让美元贬值 这样做就相当于赖账了 假设美元跟另一个购买美债的国家货币的汇率是1比1 现在美元大幅贬值 变成他国50块钱能换100美元了 就相当于美国赖掉了欠该国的50块钱 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美元突然大幅贬值 中国这种持有大量美债的国家就会吃很大的亏 美国本以为降息一切就会好起来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根据英国知名经济学家言论来看 将会有近万亿美元的资本流出美国而进入中国 而这样一来则预示着对于资本的吸引力 美国变得更弱了 而中国则变得更强 这对于美元霸权和美国国运来说就是釜底抽薪 毕竟谁都知道 美国之所以此次和对手对抗能够顺利 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美国能够向全球借钱融资撑到最后 而现在资本却选择抛弃美国 选择中国 那就意味着美国想通过常规营 已经没有太多可能了 那唯一的方式或许就是直接对抗 或者消灭债主拿回主动权 从而再次坐在谈判桌上 而这也就预示着曾经博弈的暗流将逐渐开始公开化 扩大化 而这也预示着危机真正到来了 债务从来都不会凭空消失 只会逐渐的转移 而当下美国想通过加息来实现债务转移的方式已经做不到了 而且美国高层更是表示 二七年是关键 美国要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正是要开始对债主动手了 我们都知道 在过去欧美集团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债务扩张 其实都在干一件事 那就是对外殖民或者通过消灭债主来结束债务周期 从而将经济拉回正轨 而当下巨大的债务美国还能凭借自己的能力还得起吗 而且要偿还债务则必须有经济增量 而这个经济增量不是简单的服务提高价格 而且通过科技发展来拉动的经济增量 当下美国在科技领域也逐渐的失去了优势 这就意味着美国不管是用未来做抵押 还是用当下作为抵押都已经无法偿还巨大的债务了 那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非常规手段来消灭自己的债务 我们看到美国最近的出手是越来越极端 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更是表示 2027年非常关键 美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这也就是说 美元霸权在此次国议中失利之后 美国将更多的动用军事霸权来博弈 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认知 而且当下美国是降息了 但是未来会如何还很难判断 毕竟每一次的降息基本都出现了经济衰退 此次是否能够避免更是不得而知 而如果无法避免 那将带来更大的冲击 所以说在即将到来的新局面下 我们有些情况是有所缓解 但是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胜利 毕竟美国还是全球第一 美国岂能甘心失败 所以美国的动手只会更加直接 所以我们对未来的风险要做好预案 借交借造 直到最终胜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